这艘飞船可以让你体验在水上飞行的感觉 法国一家小型游艇公司推出了一款玩水的大玩具 水上飞船 与普通快艇不同的是 它可以以每小时37公里的速度浮在水面上航行 远远地看上去 这艘飞船就像是阿拉丁的飞毯 悬浮起来的飞船可以避开海浪的拍打 所以你不必担心因为海浪的撞击而将你摇晃到眩晕 它之所以可以悬浮 是因为飞船底部的三只水翼 设计师根据流体力学的基本理论 设计出了一种可以让船只悬浮的特殊水翼 这种水翼其实与飞机的机翼很像 当一面上下的水流速度产生流速差时 即可产生让船只上升的生力 而悬浮与水面航行的好处 不仅可以避免因为海浪的拍打摇晃而感到头晕 还可以降低船底与水面的摩擦力 从而提高推进效率 整个飞船由聚止纤维制作而成 所以它很轻 它的动力来源于一台后置的10千瓦的电动机 在座椅底下配备了几块电池 续航时间为两小时 所以你不能将它开得太远 它最大可以承重300斤 刚好可以坐下两个热练漆的情侣 整船设置了三个档位 再调节到档位20 飞船就可以悬浮起来 简易的方向盘使得驾驶这样一艘快艇 比汽车更容易操控 根据当地的法律 年满15周岁就可以驾驶 而且不需要任何执照 由于是电池提供动力 所以它几乎是无声的 这可以让你更纯粹地倾听大海的声音 除了充电和更换电池外 几乎没有任何保养成本 当你行驶到潜水区时 底下的水溢是否会触底 不用担心 三个水溢都可以调节高度 在危急时刻 它甚至可以立马变成一艘远程遥控的无人救生艇 这样一艘酷炫无比的飞船 你是否想要拥有 放鬆 杂斗 肇数 三个水溢 六真的 隣